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无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人 如果在天上人间找不到 那就是我们的错 这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天上人间广告词 90年代 中国最著名的两大肖金窟 男友东莞太子酒店 北有京城天上人间 2010年 上千名警察包围了天上人间 这个辉煌了十多年的中国第一夜场 宣布告终 据说 当年光是从里面清出来的公主 就满满当当装了十两大坝 这其中还牵涉出了一系列案件 比如花魁梁海玲被杀 张小燕神秘消失等 大家如果感兴趣 读者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和大家讲讲 然而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倾角 天上人间的老板谭辉却全身而退了 这么多年 坊间议论纷纷 谭辉 1968年生于四川达州一个普通干部家庭 家境因时 聪明好学 80年代顺利考上了大学 那时的大学生凤毛麟角 毕业后 他顺利分配到航天部无愿工作 据坊间传言 秦辉的第一个贵人 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二人在1989年相识相恋 与方家世显赫 据说其母亲是北京某小区的校长 大姑父是一位前高官 成为坠绪后 秦辉一年后便辞了职 夫妻二人双双南下 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 开始做铁矿石进出口生意 那个年代 只要有证 东西就不愁卖 铁矿石贸易让秦辉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随着政策调整 铁矿石贸易陷入了瓶颈 谭辉盯上了娱乐业 90年代的北京 长城饭店一楼是一家常态歌舞厅 歌舞厅老板来自台湾 音响设备全国外进口 装修和运营模式仿照港台模式 一楼跳舞 二楼包厢可做商业接待 此处是当时非常有面的招待场所 谭辉也是这里的常客 作为贸易公司的老板 他时常在此招待客户 每周都会光临 这天 突然来了两个国外的贸易商 晚饭过后 秦辉照常给长泰老板打电话 预定常用的包奸 没想到 这次老板却为难地说 包房已经有客人占用了 不过 长泰的老板也是八面玲珑的人物 为避免得罪这位财神爷 他不仅马上在附近一个娱乐会所 给谭辉安排了局 而且亲自过来解释谢罪 在酒局中 长泰的老板吐槽道 别看现在歌舞厅生意还好 但附近又要开好几家娱乐会所 到时候生意肯定会大受影响 我都想转出去 不干了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秦辉立刻问 你多少钱能赚 老板以为他在开玩笑 直接报价180万美元 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 秦辉就带着一份转让合同和180万美元现金 出现在了老板面前 就这样 这家娱乐场一主谭辉 1995年 那是中国的人均工资几十元 秦辉能拿出180万美元 可见其实力非凡 接手后 面对周围几家店的同质化竞争 谭老板选择了一条绝顶奢华高端的路线 秦辉将歌舞厅改名天上人间 并将长城饭店整个西侧副楼包下装修 一楼 唱歌蹦迪 二楼以上 全部打造成包厢 极尽奢华 所有沙发 家具甚至酒杯 都是原装进口 就这样 京城最繁华的金三角地区 一栋中国顶级商务娱乐会所拔地而起 北林艳沙商场 西街昆仑饭店 南林农展馆 猪楼角色 纸醉金米 除了奢华的装修 最重要的当然是美女 秦辉在招聘女公关时 严苛到极致 年龄在20至28岁 学历至少大专 身高165至175之间 五官必须精致 体态一定轻盈 除了普通话必须标准 还要求会基本外语 入职后 除了礼仪服装方面有严格规定 还会定期进行培训国家大事 财政药文等等 以保证可以接上客人的话 能成功入选的女孩 各个财貌双全 如此高的质量 价格自然也是天价 一个包厢低销五万 酒水动辄上万 一般搭上上百万的 也大有人在 后来 天上人间甚至还举办了一场花魁争霸赛 各位花魁背后老板纷纷下场 进行了财力大比拼 最终掘出了四位顶级花魁和实名头牌 一时之间 放肩津津乐道 引得无数人想要一谈究竟 在繁华的天上人间 也有落败的一日 汇集了无数美女 金钱的地方 自然也少不了各色非法勾当 2010年5月 北京朝阳分局数百名民警警机集合 所有人全部换上手机 整装待发 之后 又由数百武警吃援而来 一时间 上千名警察指导中国第一会所 天上人间 当天傍晚 天上人间门外被围的水泄不通 内部 大批民警们不断实施抓捕 外边 武警站岗筑起人墙 防止盾逃 整个抓捕行动 光涉嫌黄的公主就抓了几百人 整整装满了十辆大巴车 再加上涉毒 涉毒人员 足足有上千人 成为了北京警方近十年抓捕行动中力度最大的一次 从此再无天上人间 途流各种传说 然而 此时狡猾的老板谭辉早已全身而退 2005年 秦辉就曾卷入过一起银行攀附案 当时在取保候审之后 他就意识到 自己如果继续这样经营天上人间 迟早要出事 于是 从那时期 他就开始陆续转让股份 为了转型 他在2002年时便创办了新美集团 之后新美系在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投资了三百多家营院 拥有银幕两千多块 成为了当时的院线龙头企业 于是 在天上人间覆灭时 谭辉早已成功洗白为中国民间传媒首富 之后 秦辉不仅全身而退 还成功借客A股上市公司胜来达 将旗下的新美传媒 新美国际一一包装 一跃成为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可好景不长 2018年全国各地新美影院不断爆雷 又遭遇了三年疫情寒冬 新美控股被停牌 并于2020年宣告退市 此时的秦辉已经带着巨资逃往了美国 他以为在大洋彼岸可以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 却没想到 从踏入美国的那一刻起 自己就成了桌子上的一块肥肉 据目前美方的指控 大致可见秦辉赴美后的经历 2019年4月 他向美国递交了绿卡申请 申请时他发誓 我从未使用过其他名字 但事实上 早在2008年 他就以李慕林的假名 取得了中国香港的护照等 2017年9月 谭辉又是用李慕林的假名 从中国向美国银行的账户转账 超过500万美元 其中一部分 用于购买曼哈顿的一处豪华公寓 猜测此时的他 已经在位逃往美国普路 他带着前妻 儿子和前岳母到达美国后 一直居住在纽约长岛的 Old Westbury村 这里虽然仅有4.6万居民 却被评为纽约生活费最高昂的郊区 来到美国后 谭辉开始屡屡犯案 2020年12月 他从纽约跑到佛州申请假照 再提交了多份假文件 骗取了佛州假照 除了欺诈外 秦辉还成了家暴男 2022年7月25日 秦辉在一次争吵中 恶狠狠猛掐前妻的脖子 差点闹出人命 2023年10月 56岁的谭辉被捕 直到目前 一直处于被监禁的状态 之后 美国方民又称 秦辉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期间 雇佣的代表替他为纽约当地的政治竞选组织 捐赠了好几次 共计11600美元 2024年3月18日 位于长岛的联邦法庭指控谭辉 以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献 移民欺诈和制作虚假身份证明等多项罪民认罪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秦辉同意放弃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 并被驱逐到美国以外的国家 且判刑后将面临最高27年的监禁 眼看他起猪楼 验宾客 眼看他一国他乡 老底坐穿 56岁的秦辉 曾被福布斯列为亿万富豪 按说在美国判27年 应该是很严重的犯罪 但梳理之后 读者发现 秦辉不过是隐瞒了曾运民 以个人名义进行政治捐献 砍坏了一扇门 骗了个驾照 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小恶 说白了 和层出不穷的枪击 贩毒相比 这点事 在美国还真不叫个事 归根到底 无非因为他是各中国籍富豪 过去一年 多少中国富豪 在美国被吃干抹净 赵安吉 船运巨头福贸集团的老总 开着超大电动倒车 莫名其妙 倒进池塘里淹死了 赵长鹏 币一圈大佬 因为倾尽美国司法公正 被关进监狱 被罚了几百亿 至今都出不来 以前 不少富豪都是中国赚钱 美国花 其实 在美国人眼中 这类人无非就是送上门的取款机 缺陷了随时提现 看看TikTok 直接立法明讲 管你3721 如今 潘某一 贾某亭们也是瑟瑟发抖 毕竟 都已经被摆上了残桌 被吃干抹净 这是时间的问题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